你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戰國策的上官一絕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芋哥,這首是甚麼歌? 《張君寧》 我們說的是戰國策 《戰國策》主要是講下戰國時代 各個國家之間的戰爭和糾紛 很吸引,那星期幾日可以聽 逢星期三有我芋哥的《戰國策》 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32集的《戰國策》 今天有我,我是上官,有芋哥 我們今天32集 不知不覺有差不多半年 過了半年 半年?一年才行? 一年五十二個星期 我們過了半年 大半年 差不多四分三 厲害厲害,就是一年了 我們今天同樣地做回戰爭小池田 芋哥剛才在開麥克風前 跟我說今天介紹冰種 我就說,咦?打機那些我都很熟 有甚麼呢?有步兵、騎兵、居兵、戰手、巫師 出火攻那些 無師是甚麼叫做兵種呢? 整班好像我們打的那些無雙 即是三角無雙那些 有那些黃金賊是會懂法術的 然後一出法術就全部人防守有加 那全部都放下 全部防守有加 進攻有加 然後又翻風 那些戰都射不到 然後有些像兵 有些騎馬 有些是出老虎的 我認識的打機那些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說回 說回真的事 古時的事 就是你們說的是新事 我說的是舊事 兵種主要分開捕兵 上次我們都說過 我步兵分開輕步兵和總步兵 輕步兵主要就是頭矛 或者拿著一支矛去作戰 重步兵就是披了口甲 有了護身的武器 戴劍戴重矛 輕種的步兵分別就是這裏 就是戰車第二種 戰車就是中國以前 那些戰車可以大約準備乘搭三個人 一個就是開車的那個 就是控制馬匹的 一個是居左 一個是居右 居左呢 就主要作用就是拿著盾牌 以及負責射箭 去擾亂敵方 居右呢 就除了頭盲之外呢 還拿著一支長擊 在衝鋒陷陣的時候 或者跟另一個戰車相對的時候 大家是互相撼殺 中東或者其他地方 好像其他有些地方 那些戰車只有兩個人 一個開車 一個主要是射箭或者頭盲 埃及那邊去到三個人 都是這樣 但以前開車很辛苦 因為要控制三至四匹馬 對呀 所以說戰車為什麼後來淘汰呢 第一 一個戰車做出來的費用比較貴 第二 你要訓練三至四匹馬給你用 通常是四匹馬 嗯 還有呢 駕車的人 就要很純熟地控制到那四匹馬 跟他的心意去衝鋒陷陣或者轉彎 如果四匹馬轉彎配合得不好的話呢 你去叫他轉彎呢 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直衝就當然沒問題 正限的 而且在正 sollten 那個戰車的日報 因為一輛出 Milk 唯有 allaハーブ 配合车后面的士兵 即是一架战车大约配备8人 冲击后那些士兵去砍杀 冲乱了敌人时是这样用的 所以战车后来慢慢被淘汰 因为你用同样的原材料 同样地我有4匹马 就可以做4个骑兵 但我又不用有8个士兵跟着我 是的 而且因为有8个步兵跟着你 你的战车再快也没用 没错,因为又要遷就那些步兵的步伐 所以后来就渐渐淘汰 另外后来可以转做骑兵 因为骑兵正式兴望的时间 就是汉武帝的时间 那时候才马安正式承认 以及发明了马灯 才可以骑在马背上作战 以前的骑兵 通常的作用就是偵察 或者在附近骑扰 或者做一些破坏 以及作为一个步兵的 快速转移的兵种 好像很笨重 听到的感觉 不是的,骑兵就是 即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机械化部队 即是现在的斜电单车那些 是的 我们看回兵马俑 我们发觉 秦始皇的兵马俑里面的骑兵 就是拿老公的 就不是用弓箭 以及拿重矛的 这些就完全不适宜在马背上作战的东西 所以我判断就是 我不是人家 这些骑兵当时的兵种的作用 就是一支快速移动的部队 当我们面对敌军 我们可以派出几支骑兵 很快地转移到敌方的后形 或者后面的地方 然后去到那些骑兵就落马了 落完马之后 就找一个地方去埋伏 设计一个陷阱 或者是等敌方的粮草 或者援军来到加以攻击 或者当敌军给我们打输 所以要移动的时候 他们就做一个截击 通常用来做特杂比较多 就是做一个快速移动的部队 你可以说特杂就可以了 或者我一早在那附近埋伏了 那你的士兵就去到那里 就不可以前进 于是我将你赶到一个我要你去的地方 我不让你向西边逃走 我就立刻在那里 一早 因为你猜不到我西边有骑兵 我们打仗的时候 我可以派一支骑兵 即是叫骑兵 忽然间去到那里 骑兵凳杂 切了一伏 让你们不可以向那边走 你去不到西方 或者你去东方、南方、北方 你跟我打 即是我们赶你去一个我要的地方 当时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 骑兵的装配就是这样用的 通常骑兵一丝是多少人的? 曾经在长平一战 试过派五千骑兵出来 哇 很多 是的 五千骑兵 但是在那里打仗 在说几万兵 就不是很多 那就算少数 那就算少数 通常都是補兵最多 但是他去了赵军后面之后 就截断了赵军的供应和荣草的供给 亦都变成了有一个埋伏在那里 等赵军不能够撤退回去 那这些骑兵的作用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部署得不好的话 那些骑兵可能会往往全军覆没 再说一种兵种就是功佬 功佬兵就是 现在我们奥运选手 所射的功 就大约五十磅至六十磅 我家里的功佬是六十磅的 其实六十磅都挺重的 那你就要算了 你要持续那六十磅 一直在那里等 等到他冲到你的范围 你要去瞄准再去射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你会手抖的 但是古代的功就去到一百二十磅 一百五十磅 或者一百八十磅 因为我们中国的功就是一种叫做反式功 就是说他未上研之前 那把功就向外弯 那我们要将他抬回后面 才帮他上研 所以这些功就比较小的 而英国的长功兵用的功 就是差不多好像支支淡丢 所以他就要长功 因为他是差不多垂直 你弯了他来上研 所以你抬回一个很大的弧度 他才有足够的力量 当时他的力量 就大约是八二至八五磅 那支功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 用短功抬回一个很短的距离 就已经可以去到这个力度 而英国的长功兵 他们最少三至四个人一组 一组的意思就是一个弓箭手 有一个人就是搬一些箭来 因为他射得快 另外一个人就把箭 就一支一支拆在长功兵面前的地下 即是他一拿起就可以射了 永远都是长功兵 一摔低一手就拿到箭 一个人就负责猛杂 一个人就负责猛搬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打保领球 即是自动有个球 是呀,那支拆完之后就会回来的了 是的 就是这样 以及英国长功兵的射箭方式 就是利用大约45度的角度上射 当你这么多支箭一起射出去 然后忽然间他去到最高点 就会跌下去 忽然间就在天上 好像下雨般下落 因为箭头的重量 速度 锐利性 是可以射穿欧洲当时武士的规格 那些规格是很厚重的 它只是一个小洞 是的 它是很厚重 所以你现在用最利的兵器 每个人都承认是日本武士刀 嗯 但是你拿着一把武士刀 是没有办法斩开一件规格的 嗯 所以当时欧洲的骑士 除了用一支长矛去充斥之外 就也配备备盾牌 以及有一把重剑 那把重剑就要两只手来揮武 如果你不用重剑 你就会用一些重锤 或者是流声锤 或者是战斧 这一类的武器 因为这些武器呢 一打下去呢 它的重量是足以令到对方的骑士 在马背上跌落地下 而且以前的骑士 穿了差不多百磅的规格 它跌落地下呢 它就挺难翻身的 意思就是 你自己想跌起身来作战 你也挺辛苦 嗯 而且你穿着这么重的东西 在马背上跌落地 也挺伤的 也挺伤的 是的 会够不够过八斤呢 就是够过八斤呢 清朝那时曾经有一个文官 曾经被朝廷封封上了一件清朝的规格 那件规格重的就是七十多斤 哪只匙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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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 扶著他 放他上馬鞍 那怎樣打槍呢 他只是做樣子 他只是坐著那匹馬 走走走走到檢閱 巡一跨回來 又找人搬回他去 這樣已經被扎死了 那件規甲現在還在 現在連年都在維修 因為清朝的規甲 就是用布 裏面藏鐵片 所以現在看上去 清朝的規甲 是否像布衣一樣 現在深海的勇字 清朝的將軍 頂上有一支長箭 兩邊有個擋 他的衣服真的像飄逸 看上去就是 為何這樣呢 因為那邊凍 所以他外面有棉 裡面有棉 中間就藏鐵片 中間藏鐵片 日本的規甲 就是用鐵片 塗了漆 然後用馬奴皮 或者其他瘦皮 一邊一邊一邊 然後就放在身上 但是他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遺意 他們衝鋒陣的時候 那些規甲很多時候 就不是附在他要保護的地方 對嗎 好像擺來擺去擺去擺去 因為將軍是這樣的 哈哈 好啦 那我們暫時趕到這裡 我們先停一停 喝一口水 即是喝一口酒 哈哈 你終於自己說了 哈哈 哈哈 由WALL IN ACTION 主辦的VIA Super Volleyball 2014已經開始了 在2014年4月2日星期三的晚上 將會在平山體育館 進行兩場比賽 頭場晚上8時15分 將會由蘇屋迎戰會青B隊 而在晚上9時半的時候 將會由國際迎戰南橋 大家記得去平山體育館 支持一下排球賽事 至於想收聽其他關於排球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 WALL IN ACTION 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史學會 跟你 港人 港地 香港地 潛伏一年 登神在營 無權拆掌 戰火重現 台掌 Ken 小丁丁你挑我機? 你夠班沒有? 小丁丁 台掌是嗎? 你恩住來啊! 尼明 達圳 Radio主辦,Hong Kong NTBD,新界籃球會全力支持,One and Done,年度籃球大賽,登神鬥! 2014年4月27日晚上七點正,在平山天水圍體育館舉行,免費入場。 2014年4月27日晚上七點正,在平山天水圍體育館舉行,免費入場。 2014年4月27日晚上七點正,在平山天水圍體育館舉行,兵種不三不四 2014年4月27日晚上七點正,我們現在說明是公佬兵 公兵的力度是提显了,現在談佬,當時佬地分成大約有三種 一種叫做腳腦 或者叫做手腦 腳腦? 腳腦就是用腳 因為當時還未發明馬燈 現在那些腦墊你出去買的話 前面就有一個鐵形馬燈狀 讓你踩住它 然後雙手拉炎來上炎 有印象 以前沒有 你就要兩隻腳踩著弓 然後拉起弦去上炎 這些叫做弓腦或腳腦 它的射程可以去到400米至450米左右 嘩 這兩元腦就不用力了 尖沙咀可以射到1端 是啊 你可以去到這樣遠 射不到1端 射到中環也是一里 射到中環 以前大會堂到尖沙咀一里 大會堂到尖沙咀 即是射到一半 因為那些腦你就可以個個士兵賞好 等一滴兵來一起瞄準一起發射 另外一種就叫做腹腦 腹腦又叫做腰腦 它的形式就是腦的尾部是一個弧形的木頭 包了皮 腦前面可以插一支棍 用那支棍對著石頭或者城牆 用整個人的身力壓上去 那支棍就會把那條鹽向後推 推到上鹽為止 但都是坐在地上像打仗一樣 所以主要作用就是防守 因為你出去打仗 去到那裏爛泥一帶 你要推那把腦就要進了地 又是 即是要在城牆上石地才用到 有一個城牆可以頂住城牆上鹽 是嗎 這一個腹腦的射程是由600米到800米 都幾厲害 另外一種叫做複合腦或者是居腦 即是一個木架有樓 上面就裝了幾組的弓 通常是三把 兩前一後 然後大約有一百人來服侍它 就用一個攪盤的形式 去拖那條鹽下來 然後就上箭 那支箭就大約我們的手臂那麼粗 手臂那麼粗的箭? 對 死的 當然死了 難道你幫他按摩? 怎麼射啊? 手臂那麼粗 手臂那麼粗的箭 以及射程可及一里 一里? 真是尖沙咀過到去中環 是的 在大戶堂射到射沙咀 它的作用就是第一是攻城 第二 當你在守城那時候 你見到敵方的主帥在某個位置 那你就會集合幾支弓腦去射 如果有一支射中就發達了 所以腦主要分開幾樣 嗯 還有腦的好處就是射得遠 力度強 但是呢 輸在速度慢 嗯 攻呢 就是你射得快 但是力度不強 一個人一隻手去拉攻 你拉得幾次呢 嗯 所以當時呢 就算是秦始皇的時候 秦軍出戰 他也是把士兵 把老兵分開三排 即是好像英國那時候 那些步兵 換排 第一排射完 蹲低 蹲低 賞賢 第二排射 射完 蹲低 賞賢 第三排射 射完 蹲低 賞賢 起身 射 一如此 雷推 起錯身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身就該死了 後腦就砍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有些人拍子那麼差 一起來 哎呀 死了 沒辦法 你爪屎 還有我覺得有一樣呢 就是 弓和弩的分別就是 弩呢 需要那個技術性沒有那麼高 是啊 因為弩要瞄 那你訓練兵種的時候 用弩是 即是容易訓練很多 是啊 你只叫他上弦 上弦之後 放一支箭去瞄準 那就射了 是啊 那你很容易訓練 是啊 就算那些老弱婦孺 就算 有時那些藏兵 就出去了打仗 守城的時候 可能要那些婦女 那些小朋友去守 是啊 這個時候派一些老弱 給他就搞定了 是啊 那你要他上弦就可以了 是啊 是不是 好像以前 英法大戰那時候 拿破崙那時候 都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一個士兵有很多支槍 他射完一支槍就遞了下來 後面的人就接了 他就幫他入火藥 裝子彈 他又遞第二支槍 其他人又遞第二支槍給他 總之射槍那個 就是這樣射的 射完就遞下去 轉個圈回來又給他 這些當然是流水作業 那個是懂得射 你們 最簡單 通知槍 倒一些火藥下去 那個是一粒子彈 中神 那個第三個過去 又放一些 點火 點火 點火物 這樣就是了 然後就代表前面就瞄準 這樣就怎麼樣了 當時秦國最強盛的時候 我們看回兵馬勇 他也是有方陣 而秦國的方陣就是有三排老兵 後面有士兵 就拿著長戈 那些長戈的長度 就去到九米 嗯 跟著前一邊 就有一些士兵 就拿著一種兵器 叫做皮 皮 皮 就是一支長棍 前面裝了一支 好像匕首 那樣的長度 就大約是六米 然後還要大約六至七尺的塔 你講了嗎 看起來 data 就是一個 我真不太懂 右擊 有激、矛 這些就比較簡單 有激、有矛、有挺 挺是什麼? 挺,什麼叫挺 挺就是一支尖矛 上面有一支打橫的鐵 好像十字形 為什麼要這樣? 第一,可以用來擋 主要作用就是 當他騎著馬 去衝鋒陷陣 一刺進去對方 如果你沒有那支十字棍 你就會好像串燒一樣 一刺進去兩件 那你怎樣? 擋就擋不掉 你又不夠擋,你再打 那傢伙是死狡 那就累死你 如果有東西擋住 入不了那麼多 一轉身就擋掉了 是不是? 還有一支長槍 為什麼叫做熊鷹槍? 前面有個熊鷹 為什麼要有個熊鷹? 見到距離感 你都用開那支槍 你還不知道刺到哪裡 那支熊鷹的正式名字 就叫做血檔 嗯 即是當你刺到別人的地方 拔出來 它會噴血出來 那些熊鷹的作用 就是擋住血 讓它不要噴到你 亦都令到血 是不會順著槍 流下來 因為它吸光 不是 它會擋住它 旁邊滴了 如果不是流下來 那支槍就變得很滑 嗯 你很難拿得它滑 嗯 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原因 是 就不是為了裝飾 帥仔 我會做些紅黃色 我們現在畫布術是帥仔的 不假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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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繩 刀後面有一塊布 那些 拼出去又收回一把刀 對 那些還那些 還有我們看看 巡國的方陣 它每一個四方營 每一邊 它都有拿著長戈的士兵 向著外面 嗯 左邊 右邊 有士兵向左 向右 前 有向前 後 有向後 即是說 每一邊 都有人去看察著 保護工兵 其實 是的 以及要保護那些 功勞兵 功勞 而當時 巡國的兵力 就達到一百萬人 嗯 而阿歷山大 最盛的時期 只有五萬士兵 是嗎 這麼少的嗎 是的 是這麼少的 羅馬最盛的時期 都是幾十萬 嗯 還有 我們看看 它出土的文物 即是秦朝的時候 差不多每一種兵器 都是 氣量化了 嗯 差不多每一把 都一模一樣 嗯 還有呢 因為它追求性質問題 所以 每一件兵器 上面都有名字 嗯 哪一個廠長 嗯 哪一個丞相 叫做的 哪一個是廠長 哪一個監製 哪一個工匠 哪一個工匠 如果拆下來的話 它就追救於是廠長 那一個 說起冰陣 還有一些很有名 就是戰陣 需要下次再說嗎? 就像職繼綱的鴛鴦陣 我不說了 我可能開一集專門說職繼綱 好 我怕你再說下去 我們今天又戰國拆不了 又沒得拆了 是不是現在要休息一下呢? 是啊 好啊 待會休息一下 再喝一口啤酒 好啊 待會見 足球解讀 重新出發 Only One Radio 一觸接發 大家好 我是李德文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請你回來錄精告 請你回來背書 你走開我自己錄吧 無名是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個星期現上線 咦 今天真的隔個星期一次 哦 Welcome to Listen 喂 你在聽什麼? 在聽廣播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還有遲些份 和大家一起說香港播 好啊 回到第三節的戰國拆了 對哥 是 回去了 戰國時候在等著我們 哈哈哈哈 回來了 好了 說回戰國拆 是 上次 說 附差 終於 苦人之仁的情況下 就答應 放回 混淆於越國 就叫他 回去了 好自為之 就王也是這樣 不要記住 在這裡的怨恨 你記下我對你的恩德 你都傻的 我當然是說不記得 你放我走 一刻我一定會說 行了我會原諒你 回到另一回事 每天找公仔在刺針 每天打小人 先拿去頭髮 先拿去頭髮 回到越國後 因為警惕自己 不要忘記 回溪的恥辱 餓身嘗膽 對 餓身嘗膽 起了一個新的 城池 然後就在會溪 以前是否應該叫做浴 你可以說是浴 但是你自己的國家 你自己的國家 就說是刀 搬了去 鋪些柴枝 不用床褲 每次吃的膽子 每次吃的膽子 都會嘗嘗味道 來警惕自己 他感到不肚痛也厲害 每次吃新鮮的 也不會肚痛 沒有人說 但他吃什麼膽子 豬膽 那些東西 山的豬膽 吊在那裡 很骯髒 他不是舔下去 只是聞 你舔也不要緊 健康一點 你就吊個蛇膽 又去驅峰又成 健肥抑胃 真是你 任你吊 只是吊個膽 他是皇帝 吊也可以 吊個驅峰 蛇 就是過山烏的蛇膽 哇 正 難怪這麼長名 是啊 然後 幾年沒有收稅 又鼓勵民間去種植 又叫民眾去治國 范荔就負責練兵 這樣也下了一條例 因為他要鼓勵生育 因為那一戰死了他們很多藏丁 所以就說 藏男不讓娶老妻 老者不能夠娶少婦 一個女生到了十七歲不嫁 一個男生到了二十歲不結婚 他父母就有罪 是嗎? 這樣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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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三十歲才結婚 我說你的兒子 我的兒子有罪 你結婚吧 我也有罪 我也有罪 何況他 哈哈 我哪有此二十歲結婚 你真是找來不說 那時候你差不多畢業 可不可以找我十七歲的 讓我結婚嗎? 你可以找個十七歲的 別人可以嫁你 可以 你找個十五歲的可以嫁 合不合法 嗯 是不是? 嗯 嗯 嗯 你找的 你隨便找的 找就隨便是你 別人在客人做而已 對 還有呢 又下了一條命令 我首先要警惕一下 後面的聽眾 不要這麼大聲 哈哈哈哈 一聽到二十歲要結婚 每個人都很開心 你看到嗎? 她說起她的兒子才開心 哈哈哈哈 每個人多興奮 二十歲一定要結婚 哈哈 還有她交錢又下了一條命令 如果一個女子懷孕 就來臨盤 就跟官府說 官府就會派醫生來看著她 當她接生 因為要國力強性 要人口更多 是 她一定要拘捕人口出來 如果生了一個兒子 她呢 就像一壺酒一隻狗 一壺酒一隻狗 一壺酒一隻狗 生個女兒呢 就像一壺酒一隻豬 那好像豬底的狗 那你就慢慢生女兒了 那你到你選的嗎? 哈哈哈哈 我不到你選的 你真的抵不抵 你以為你真的 你沒來生一個兒子 就像女兒了 現在結婚沒有那些 結婚後要還金豬去女家 是不是這裡來的? 嗯 生個女兒就送一隻豬給你 是啊 真的這裡來的? 當時呢 有一點點在這裡 嗯 當時還金豬呢 就是三招回門 嗯 即是女兒那方結婚呢 就會送一隻金豬去 嗯 嗯 當她如果她南家發覺 那邊的女仔 不是一個黃花歸女 嗯 她三招都回門 都會送一隻金豬 嗯 但是就會將那兩隻耳朵切走 啊 還回同一隻金豬給她嗎? 不是 她會送一隻金豬回門 啊 但是就會將一隻耳朵切走 真的用金打造的豬 當然不是啦 就是魚豬 哦魚豬 金 真的會激死 後面的聽眾 拜託 不要出聲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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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回門的金豬 在街上走 嗯 全世界都看到 她是不是很煩惠了 哎呀呀呀呀 哪個女兒呀 又什麼呀 又什麼呀 哇 很臭啊 一加七二加六三加五 等於長舌虎那些人 嗯 這樣就全城都知道了 嗯 這樣就 即是說了 生孩子怎樣 生女怎樣 嗯 如果你有三個兒子 就官府代你養兩個 哇 你有兩個兒子 就官府代你養一個 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做這些事情 因為她不想你生那麼多 哈哈哈哈 最簡單的一件事 是啊 房屋問題真的很嚴重 是啊 又幼稚園問題 又教育問題 又健康問題 醫療問題 嗯 老人化問題 嗯 現在老為化問題 人口問題更麻煩 都是 嗯 這樣就 溝錢每次出行 都後面有一輛車 裝著一些飯 和一些湯匙 送給一些平民白帝 見到有些小孩子 一定停車就讓他吃 那其實勾錢都是一個很好的皇帝 如果在百姓的心目中 嗯 為求目的 每一個人都很好的 嗯 當他未達到目的之前 嗯 他不是這樣 以前有幾多人 就是利用這些政策 收盲民心 嗯 令到人民向自己 他就可以推翻個舊皇帝 但是推翻了之後 到他自己上場 可能又比別人更差 嗯 好像皇帽一樣 嗯 皇帽謙公下事事 是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 都是 是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的身面目未表露出來 嗯 朱元璋那時候也是 是的 殺公神 劉邦也是 劉邦也是 是的 後來那些張良那些全部被殺光 是的 沒有什麼 有好法杖 是的 所以趙康人叫做好的 杯酒式兵拳 嗯 那你們個個個還三兵拳給他 你們個個回去做富家翁蛙行 但是最後沒有送過的軍力就弱了 那是啊 他做文興武 是的 那你有一來就有一位 好像周皇那樣分封子孫 被人封回頭 他封了之後 好了 第一代就表 第二代就廟 第三代就嘴廟廟 嗯 過了幾代之後呢 大家供佛 一定是這樣的嘛 嗯 嗯 那麼就 嗯 他有七年呢 溝錢呢 就沒有收過稅 又吃不加肉 即是一美菜而已 衣不從彩 又不注重衣服的華麗 但是呢 就每一個月呢 他都派一些使者去到 吳國那裏文侯進攻 那麼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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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很生氣 那便很生氣 那便說病了沒有上廁 那夫妻呢 看到越國已經臣服了 那便又想著 我們不如 我自己玩一下吧 嗯 我都享受一下 是不是 那便想著做大一點的宮殿 他 那便文總知道 就和溝錢說 我們不如叫人 啊 啊 啊 我便砍些良財送過去 嗯 因為我知道呢 啊 高飛之鳥 死豬美食 心冤之豬 死於荒利 這些東西 都是因為 被這些美食吸引了 致到滅亡 咦 即是另外一招美人計 是 這個是 令到你享樂的時候 就不會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報國的神 嗯 我們就必定要投其所好 嗯 令到他們繼續沉溺在那些開心上 這樣就說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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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有破誤的七種方法 第一 就捐貨幣 以月期君臣 我們送很多切材過去 不覺 令到他們的君臣開心 即是對我們沒有犯法 第二 第二 我們 虛耗他的切材 糧食 令到他沒有什麼糧食積重 嗯 第三 就是送你來 以劃其心志 嗯 第四呢 就是 顯知考工糧財 使作工失 以慶其財 不明白 即是我們送很多好的材料過去 有一些精良的考將 去幫他做事 那他就會花很多錢 嗯 令到他的國家便貧乏 即是我要令到我的朋友沒有錢 免得我便送遊戲機 不送帶給他 沒錯 即是說收拾物帶類身家 那類 是 什麼叫收拾物帶類身家 知道嗎 不懂 即是你逛逛逛逛街 嗯 見到一條物帶 即是以前那些人沒有物穿 穿的 穿的夾 收拾到一條物帶 咦 收拾到一條物帶 買一雙物穿一下 買一雙物穿一下 買一雙物穿 那又如何 又要買多一雙鞋 對呀 那沒理由穿一雙劇 買一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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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雙褲 買一雙褲 買一雙西裝 襯完一雙西裝 我又沒理由去逼電車 我去坐的士 對呀 坐的士 我又要穿一個美髮 又要換眼鏡 又要買手錶 買完手錶又要買樓 對呀 這樣叫他收拾物帶類身家 是吧 我送少少東西給你 那你就會花很多錢在我那些東西 嗯 那第五個方式就是 即是 供應一些蠶神給他 即是像柏佩那類 本身亦有 但你要鞏固他 鞏固他的勢力 不要讓他被排擠出來 最簡單其實是要殺了孫子 孫子 殺了他 孫子 不在嗎 死了嗎 走了 孫子 現在是殺了 孫子衰 哈哈哈哈 撈亂了 第六就是 將其鞏固他 將其鞏神使自殺 以虐其父 就是關於五子衰 嗯 即要殺了他 令到五子衰被逐 嗯 不可以再幫他 即是趕走那些忠神 七曰 七曰 即財練兵 已成其弊 我們一早 儲好財 財 財 我們要積極練兵 嗯 等他國家有問題 那時候 我們就去攻擊他 養兵千日 即是 這樣 現在就知道 吳皇想見一個孤蘇台 於是叫人入山 找了一棵一對神木 即是 很厲害 五十像 五十像 是啊 五十像 即是五百尺 是啊 五百尺 即是百多米 那你想想 三四十層高 你這樣 你要做一間宮殿 要多大間 你沒理由 腳到它濕濕碎來容量 嗯 有一條這麼大的木材 你就要站 即是 有這麼大的帽 你就要有這麼大的頭 是的 我又要遷就那個神木 不可以省碎 那我要遷就那個神木 去擴大那個宮殿 那他不是想要蓋 現在他本來蓋 五十像 或者是三十像 現在拿到這樣 你便要蓋大一點 要蓋五百像 要蓋五十像 我當你 那你要蓋大多少 用多少錢 用多少文力 然後民生又怨了 是的 後來砍了那棵木 之後 就 送了去 五國 咳咳咳咳 咳咳咳 當年結起靈台 就起龍台 用盡了文力 嗯 而導致滅亡 現在混錢擺明 就是想害我們中國 所以獻一棵這樣的木 給我們 我們不要 但是扶猜就不聽 他說 有一棵這麼好的木材 混錢都不自己用 送來給我 我不用就可以了 這招真是絕 就有了這棵木材 就來蓋了孤蘇之台 聚積物料經過三年 又經過五年才蓋好 那些百姓就 就趙夜幫他起 就很多人就死了 嗯 這樣就 溝錢之道 就跟阿蘭總共 我們現在已經送了一些 考將和良才給他 現在這個計 成了 那台上 我們是否應該送些微人 給他 嗯 文中華學 送些歌舞伎丁 對 於是乎 就遍尋國內 就找了二十幾個 又其中再選 就選了兩個 咦?這些是粵國小姐 那時是粵國小姐 是啊 跟香港小姐一樣 差不多 那兩個就是西斯和鄭膽 哦 哦 那回來呢 那回來呢 那進來呢 就萬人空巷 每個人都想看看他們兩個 那阿范麗呢 就 在外面搭了個棚 弄了一個前櫃 就跟那些人說 你想見這兩個美人 就一人一文錢 那一會兒就裝滿了 那些人就進去 那西斯鄭膽就出來見人了 然後呢 范麗呢 就把收回來的錢 就 全部拿進去國府 嗯 就是這個小插曲 嗯 那回來呢 又教義 禮樂 禮樂 跳舞那些東西 然後就送 迷惑男人的技術 然後就送了她過去 吳國 嗯 嗯 那就 那扶差當然很喜歡 那這些 這些 無謂再說 這些 這些都不值得怎樣說的東西 嗯 那 話題就一轉了 那 我們現在暫停一下 先 沒有啦 我們今天就完了 沒有啦 今天就完了 對呀 如果你不說就完了 那今天就完了 因為現在講下去就講到齊景公 嗯 因為一講下去就要講齊景公 為什麼引起內聯 引至吳國陀 國作智 嗯 齊國和吳國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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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為一開就開一個新話題 所以我打算 停一下 這樣 那這裏就是 越國就贏了 吳國就算了 就完了 這裏不是 那這裏我們就 齊國和吳國作智 然後引出 越國 去打 越國 打吳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講 對呀 因為一開就開一個新故事 我怕你又今天講不完 又怕我口水不清 是不是 我怕我累 好啦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以及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